我叫父母亲,是个父三代 除了曾没有见过母亲之外 现在过的叫顺风顺水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 得到了所有人的疼爱 为了让我得到磨炼 也一大手不亏 将我扔进了之所以叫风严厉出名的高中 而在临近上学的时候 我贪婪 不小心感冒发了高烧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大梦半醒之间 脑子里面挤进了一些东西 我这才知道 我是一本狗血小说里面的女配 而只觉是我的高中同学 一个叫王英的女孩 王英是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 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所以从小爹不成娘不爱的 还被父母弟弟殴打 王英虽然成绩很好 但初中毕业后 还爸逼着他家里一个老男人 王英以死相逼 甚至直接一头撞上了墙壁 他家里人吓坏了 只能罢休 并把王英送进了高中 但同时断了王英的所有的生活费 在书里 继续高中后 我性子本来就有些冷淡 开学第一天 我被小凤凤围围堵 只王英救了我 我很感激王英 因跟他成为了闺蜜 而在得知王英的身世后 我很心疼他 不仅包了他的一日三餐和小零食 还在王英说出 他是有排挤他后 果断地把王英接到了我家 甚至到最后 王英朋友的吃货玩乐也让我包了 我家人虽然有不满 但奈何我每次都提王英说话 甚至不信仪义父亲 只能不了了之 但我没注意 王英心里发生了变化 他觉得我除了长得好家庭好 智商情商什么的都养不如他 而且体系特别差 凭什么我能高高再上受人追捧 而他却要靠讨好我这样的宠货 才能生活 而且更让王英招狂的是 他暗恋的富二代学长 跟我走得很近 大有谈爱的样式 就觉得我抢了他的男人 再加上有一次 他的父母进入学校 想强行将他带走 嫁给一个拿得起彩礼的老光棍 幸好被老师们拦住了 而我却没有帮他 也没有宽慰他 这更让他觉得 我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不值得那么好的东西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一学长只是因为家里有事 就想拜托我家 才对我那里阴行 是我第一时间找了老师 还没让他父母把他带走 他父母从那之后再没来过 是因为我找人把他父母打了一顿 并威了些他父母 从那之后他开始陷害我 包括但不限于诬蔑我 脚踏几只船 向人霸凌丝收过混乱 以及偷他的东西 不然 这些都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 推别人出来做的 甚至被了报复 我抢自己喜欢的人 涉及爬上我爸的床 并撞告我强暴他 最后更是故意刺激我 大肆夸当我爸割了床上功夫 我困住不住 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他推下了楼 一个王英向来以柔弱世人 而我是这个学校里面少有的富婆 吃穿都特别好 好些人对我的态度就酸溜溜的 加上他们的推波助澜 大部分人在选择了相信王英 后来我被迫退学 坐船出国散心的时候 遇到海盗 死相凄惨 苏家也因为这个事情 闹得太大股票大跌 公司被查了好几次 慢慢没落 而王英则只受了轻伤 拿到了苏家 在大学里面遇到了当初的学长 两个人化解了误会 在一起了 这什么傻F剧情啊 坐着脑子抽了吗 我睁开眼看看手机 刚好是高中报道的前一周 还好 还有机会 管家赵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 一处高档小区里 并塞给我一把钥匙 和一张银行卡 小姐 先生说了 从今天开始到你大学毕业 一个月就只有一万块钱的生活费 让你省了点花 好低 我知道了 先生还说 让你低调点 知道了知道了 我乖巧的像诏书挥挥手 拿着行李转身走进了小区 但是地址 很快找到了父亲 给自己准备的那只房子 这个小区的设计 是一梯一步的工律式住房 每货都有两层 入住率不高 周围很安静 离学校也近 而且房子里的设计 也是我喜欢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眼前的房子 心灵点三色 其实我爸对我宣妹很好 但就是太忙了 我哥长大一些后 我爸更是带着他满世界跑 而在书里 我就是因为从小没有母亲 七人都不在身边 才被王鹰钻了空子 明里暗里灌输着 大过人家好多 登讯女流子的理念 对我爸暗暗记恨 并且在那次王鹰设计 爬上附层长塔后 给我爸离心 其实我爸根本没动过王鹰 哎 说起来我们家子经商的 所能被一个没有家世 没有背景的小姑娘都垮了 除非我家从根上就烂透了 要不然只能是对着没脑子 我摊在柔软的沙发上 抱着奶茶 唉声叹气 思索着阔局之法 这富国的生活 我还想多过些日子 很快到了第二天 去学校报道的日子 按照书里的内容 报道的第一天 我被几个心思不纯的男生 引进小福童 吃王鹰神兵天将 打跑了那几个男生 我对王鹰印象很好 后来才会一直保护他 我知道的剧情 自然要躲远一点 但是没想到 我还是被几个小凤凤围围住了 小妹妹 你长得好漂亮 有没有兴趣做哥的女朋友啊 嘿嘿嘿 我抬头看了看几个 猥手的小凤凤 附近的学生都害怕多远了 看来是这几个小凤凤挺用力的 我看着几个小凤凤 往后退了几步 小凤凤们立刻又围了上来 嘴里开始了不甘不进 甚至还试图对我动手 我提气蓄力抬脚出腿 狠狠地踹到了那个说 要我对他女朋友的 小凤凤的小弟弟上 以防万一 姑奶奶今天可是刻意 穿着硬底的小高跟来的 鞋跟只有三厘厘 而且还是粗跟 离掉 但杀伤力也不压于 吸根高跟鞋了 看着那个小凤凤在地上打滚 我笑眯眯的 抬头看了看另外几小凤凤 你们也想当我男朋友 来来来 先让我踹一脚再说 那几个小凤凤愣了一下 刚想上来对我动手 没想到不知道是谁喊的一声 大胡子来了 快走 几个小凤凤对视了一眼 拉起倒在地上的那个小凤凤 拔腿去看 我扭头看去 就发现了教导主任 冲我走了过来 是的 因为教导主任留着茂密的胡子 所以被同学们牺牲大胡子 我鼻子一酸 差点哭出来 刚冲到我面前的大脖子 一脸弄了一下 随即拍了拍我的肩膀 同学你别哭啊 我不是来批评你的 这件事是他们不对 我会把他们抓出来处理的 你放心 我抹了一把不存在的眼泪 点点头 我自然知道 这位教导主任办事是最公平更正的 那个 同学 你没事吧 我回头 发现是王瑜小心翼翼地凑着上来 我别别嘴 回了声没事 便跟教导主任告别 迅速离开 笑话 梦里的经历那么真实 看见这个女人 我就想起来梦里的我 傻X到对这种人算计 怎么可能再跟这个女人有过多劫持 但问题很快就来了 所得的一时 躲不了一时 我们两个还是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里 我一时半个没想到该怎么对付王瑜 毕竟在梦里他那么对待我 就只能先冷处理 一直谅慮他 但我完全低估了王瑜的毅力 在躲了他一个多月之后 他那眼恶罗地走到我面前 陆青 你是不是讨厌我呀 你怎么都不跟我玩 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你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抬头看着他 下一脑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同学 你谁呀 咱们俩很熟吗 你是我们班的同学吗 红桌 这姑娘是咱们班的吗 我怎么没印象 红桌无语地指了指一个方向 当然是咱们班的了 他这桌那边 哦对不起 我脸吗 你别见怪 我笑音音的抬头 看着王瑜一点一点白下去的脸 旁边的同学立刻起风 沐青身边每天都喂那么多人 记得全是应该的 就是 王瑜你平时又不跟沐青玩 咋搞得跟沐青七饼的一样 王瑜咬紧了嘴唇 哭着跑回了座位 怕哭什么 不知道 说了两句就要哭 真矫情 我忽了一口气 拿出小零食 分给刚刚抱我说话的同学 引起了一片验线的生命 沐青 你真好 不愧是有钱人啊 这零食都那么高大上 我等穷逼 要不是抱住了苏非婆的大腿 怕是都见不上这些东西 你们吃啥呢 沐青带来的零 获藏老班 哦 错了错了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威力远扬的老师 在传言里面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上锤领导下 做学生凶声恶煞的男人 一言不可就骂人 谁不服就做谁 班主任坐在讲台上 可能从我这里没收的零食 骂骂咧咧的 你们都是从哪里听来的传言 我说我打的两届学生 都跟在安纯似的 见着我就跑 那别人说你打领导 我们俩那天喝多了 再说了 我跟主任可是好兄弟 好兄弟之间打架 怎么能叫打领导呢 不是说你打学生吗 放屁 我打的那是校外的小混混 妈的 欺负谁不好 非得欺负我们班的小姑娘 这节课是自习 班主任坐在讲台上 大肆吹嘘着自己当年的战绩 这个时候 钱桌悄悄塞给我了一只纸条 回头看着我 巧声说道 给你的 我有些疑惑 接过纸条打开 纸张上还滴了几滴水 看得像是眼泪滴上去了 纸条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如亲 明天是我生日 我追孝 出不去 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个蛋糕回来 八寸的就好 王盈 我想起来 在梦里 我照着自己有钱 不仅买蛋糕 不收王盈的钱 还买了很多零食饮料 帮他庆客 之后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被老板训斥了 我思索了一下 提笔在下面写上 好啊 先付钱 100块钱 多对少补 写完之后 我戳了戳钱桌的背 让他把纸条传过去 很快纸条传了过来 我插了之后 发现后面多了一句 我都没钱吃饭了 你能不能先去我付账 我以后会还你的 拜托了 没钱吃饭 还要蛋糕 但我冤大头呢 我冷笑一下 并没有恢复 下课之后 王盈小跑着来到我面前 低声说道 不轻 你同意了 同意什么 给我买蛋糕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大声点 我故意放大了声音 周围的同学都看向我们 王盈愣了一下 咬咬牙 你可不可以帮我买蛋糕 你要蛋糕做什么 我过生日 王盈小声的说着 眼睛里面血上泪水 我描过生日 托我给你在学校外面 买个蛋糕是不是 嗯 王盈点头 好吧 我把手递到他面前 掏钱吧 先对我一百块钱 多费少补 放心 我不贪你的钱 啊 那个 我没钱 你能不能先把我垫上 我下月拿生活费就还你 什么 你没钱 同桌故作惊讶的大声说话 没钱还要买蛋糕过生日 你抽什么胖子啊 周围瞬间响起了笑声 王盈眼睛一红 哭着跑了出去 我正不握着 王盈现在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 太欺负人了的时候 两个女生犹犹豫豫你 推我拉你的来到我面前 我认了他们两个 一个叫李仪 一个叫白云 怎么了 我抬头温和的问他们 哎呀 陆青 跟你说不是 李仪磕磕绊绊的开口 你说 我们两个是王盈室友 我跟你讲你 千万不要相信王盈 李仪弯腰凑过来小声的说着 我正一头雾水 旁边的白云也凑过来小声说着 我们两个昨天晚上才看见 王盈拿了一大钱放衣柜里 还不少呢 看着起码都有好几百呢 是啊 王盈有病 你能别笑 我说的是自恋意思 私下脾气大得很 你可千万别 告诉王盈 我们俩跟你说这件事情 对对对 不然他肯定得在宿舍里闹起来 反正你离他远一点吧 到了第二天 一整天的时间 王盈都一言又止地看着我 上课也不认真听讲 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一眼 我自然知道他什么意思 但我昨天就跟他说了 要先给钱我 才能帮他买蛋糕 想白挑我私用轻的钱 就算我家的钱 都是大风刮来的 那也不是能被大风刮走的 所以一整天的时间 我都落脱脱的 无视他优越的眼神 下课就薅了同桌去厕所 或者去小超市 把同桌气得站在操场上 拍着大腿 骂我当场睡觉 我 乖宝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这样子特别像一个国际巨星 同桌 谁 我 中国大妈 同桌 我去你信号信号信号 到了晚自习前 王盈终于坐不住了 游一再三 还是走到我身边 思索一下问道 胡青 你没有去买蛋糕吗 我 哈 蛋糕 哦 我想起来了 我高高兴兴地 把手伸进了桌子 王盈眼神一样 眼神里闪不一丝 贪婪和兴奋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我的垫头 我淡定了层桌子里面 拿出了六个一点点的三角蛋糕 故作兴奋地站起来喊道 绿泽蛋糕店 今天新吃的小蛋糕 大家快不来尝尝 哇 就是那个卖得死贵的蛋糕店吗 因为还没有上课 大部分学生还都没有回来 所以班里细细拉拉的 就十几个学生 听到我的声音 全都为了上海 绿泽家的蛋糕真的超贵的 上次我经店看了一下 差点被那个价格给吓死 你还有赶进去 像我这种 在人家店门口多占一贵 文文味不绝的奢侈 我神姐就是酷呀 就这几个 他留我巴掌大的小蛋糕 比好几百啊 嘿嘿 大家都尝尝吧 听到我的话 同学们也不客气 纷纷拿起叉子尝了起来 一边吃 一边吐槽不在的同学没口服 而王盈站在人群里 颜色苍白 看我的眼神也多了思愿对 王盈 你怎么不吃啊 你不会怪我 没给你买大蛋糕吧 对不起 你过生日 我不再问你要蛋糕钱的 我故作委屈的开口 走走一副傲忙的样子 打败绿茶的方法就是 走绿茶的路 让绿茶无路可走 果然 听到我这些话 能随便瞬间群情激昂 弃嘴巴舌的意乱了起来 你过生日 凭什么让别人给你拿蛋糕钱啊 就是 你昨天不是还跟沐青说没有钱吗 没钱还要生日蛋糕 你就是欺负沐青好说话 把沐青当人大头吧 我心里乐开的话 这一个多月 我这下身段 跟同学一起吃饭 一起偷偷订外卖 而且经常帮个整忙 还经常给同学们一点小恩小贵 甚至只动吃点亏 现在同一个年纪里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平易近人 不计较得失的大小姐 王云愣了一下 咬紧牙关过了好一会才张嘴 我没怪你 我没钱 活该吃不上蛋糕 随后便扭头跑出来班级 文学愣留管他 继续乐呵呵地刮身的小蛋糕 接下来的晚自洗礼 只要一下课 王云便冲出教室 直到上课了才回来 洪珠一脸气愤地拉着我告状 昨天晚上学校都传遍了 说你仗是欺人 仗的是富二代 带头领辱孤立贫困声 对人家校园暴力 我 哦呵 该来的总会来的 在梦里 这个场景要到我高二下学期才会出现 没想到这次提前了那么久 我眼睛咕噜一转 扒着同桌悄悄问了起来 你知不知道咱学校最八婆的是谁 嗯 别的年纪不知道 咱高一最八婆的肯定是八班的那一堆了 他们成绩不怎么好 在咱们学校就是混了学历 那你在八班有认识的同学吗 有 我初中同学在那里 怎么了 我黑黑一笑 凑到他耳边敌步了几句 并拿出钱包 抛出五百块钱递给他 这点钱请你初中同学喝茶了 办好了以后 好处大大逼有 洪珠看见钱眼神一亮 眼巴巴地凑过来 兴奋地看着我 太君 那小的可咋办 你最近不是看到一场盲盒吗 我给你买一大盒 别累 挺好吧您 洪珠趁着老师还没有来 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 紧赶慢赶地赶架了 早自习之前回来了 看他跑的一头是汗 我又将阿姨给我做的营养早餐 全塞给了他 早自习结束后 就是早餐时间 然后就是上午的课程 在上课前一回 王英哭地跑过来 往桌上一啪 就嚎啕大哭 和班里几个没出去吃早饭的同学 吓一跳 随着时间推移 评选们慢慢地都回来了 开始了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聊八卦 八卦内容很简单 就是把王英让我给他买蛋糕的事情 但已经被传承贫困生 道得绑架富婆 让富婆给他买奢侈品 富婆不愿 贫困生便甩脸子 当众给富婆难看 还造谣富婆欺负他 试图逼迫富婆同意 再结合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传言 以及我们单同学的证词 很多人都挠不出了一出大戏 甚至有些认出来王英的同学 对他指指点点的 嘿嘿 没想到吧 我才不会去傻傻地自证清白 谣言指于智者 也可以指令一个八卦 你造谣我 我就造谣你 咱俩扯平了 但是我没找到想到 就因为这个事情出了一个大乱子 一整天的时间 王英都老老实实的 也没有来烦我 而是一道跟另一个女生 嘀嘀咕咕的 偶尔回头看看我 有时候身边还会跟着一个 泡咕咕咕的男生 我被他们看得直发毛 一下课就出了教室 结果刚出门 一个染着黄毛的男生 黑黑的凑了过来 四姐你来了 周雷 你要是不会说话 我不介意找人 把你舌头拉直了 别别别 四姐我错了 周雷是我在出租的时候 无意间救下来的一个小凤魂 当时他被污蔑偷钱 被拖进巷子里揍 幸亏被我碰到 才能让他被打死 我还顺路把他送进了医院 并结清了医药费 从那之后 周雷就传了我的根据城 明言就是 四姐在哪我在哪 为了能跟着我 还发奋读了一段时间的书 多余不付众望 低空飞过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只不过成绩太差 只容去八班 四姐你听说了吗 咱们这楼的摄像头 坏了好几个 老师放在学校里面的贵重物品 还被偷了 四姐那么有钱 你然后可得收好了 我知道 我站在走廊上 回头往教室里面看去 突然伸手指向王盈 他身边的那两个人 你认得吗 周雷回头仔细地辨认了一番 突然反应过来 另一来的叫刘裕 是学生会的 听说家里点势力 成天拽得跟他二五八万似的 这一那娘 皮的 叫王红 许是一个小混混 她男朋友是我们班的 都是在道上混的 听说他中考是靠抄袭 才进来的 不知道真假 我点点头 正好这个时候上个影响了 我和周雷迅速回到了自己班级 第二天一大早 早自习的时候 我突然打得冷战 抬中一看 王英和王红站到教室门口 正往教室里面招手 很快刘裕也站起来 跟他们一起走了 王英发现我在看他们 给了我一个冷漠的眼神 我冷笑一声 果然什么都提前了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王英他们回来了 王英虽然眼睛痴痴的 但还是趾高气扬地大声喊着 孙日清 班主任叫你去办公室一趟 现在马上 我淡定地起身往门口走去 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 到了办公室 班主任和年纪主任大胡子都在 大胡子一脸严肃 班主任反而一副一言又止的样子 嘴之了一下语言 班主任终于开口 如清啊 王英一大早就逃不来哭 说你偷了他 放在书桌里面的九千块钱 还拉拉了几个同学 说亲眼看见你中午趁大家不在 进了教室 坐到了王英的座椅上翻找 是真的吗 班主任就在椅子上 尽可能地用温和的语气跟我说话 大胡子也开口 这可不是小说明 王英哭着闹掉报警 说你偷了他的命根子 要让警察抓你进去 但你这辈子都没有学上 老师能先替你压下去了 老师 王英说他的钱是在班里面丢的 我冷静地发问 班主任和大胡子对视了一眼 点点头 班主任开口道 王英说他放在他的桌兜里面了 我抬头看着班主任 声音缓慢 但又自自清晰 老师 一个高一的学生 随身携带大了资金 还随便塞进了桌兜里 这是你信吗 而且据我所知 王英家庭情况并不好 甚至还申请过咱们学校的贫困生存学金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我顿了顿 再次开口 该不会是从哪里偷来的赃款吧 可 悟清别瞎说 班主任影系单大地看着我 可是他带来的那些学生 口口声声地说 昨天中午看电影机的班里 在王英抽屉里面翻找东西 这又怎么解释呢 老师 口说无凭呢 我可以跟你们看看 还不信的话 可以掉学校门口的监控 你们不嫌麻烦的话 还可以去一家店 叫他们的监控看 哦对了 一般有两个同学 当时跟我一起去的 要喊他们过来自证吗 是的 我故意的 因为这些招数 我在案里都见过了 我见见他们嘀嘀嘀嘀嘀 所以听见实类的话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招数现在应刚刚好 也是昨天中午 我果断出为学校 专条有监控的地方走 比方万一 我还拉了两个别班的同学 虽然之前只见过世面 但我热情地 要请两个同学吃饭 理由是想借他们的笔记看探 两个同学也是高高兴兴地 跟我走了 对此 班主任和大胡子对视了一眼 大胡子点点头 我们知道了 学校会处理的 孙同学 学校希望你能冷静一下 不要把事情闹大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行 你先回去吧 等我回到班级 他像老师并不在 王英趴在桌子上 嬷嬷地哭 边上几个同学在劝慰他 甚至一脸艳露地看着我 同桌一看见 我就紧张地跑过来 问我怎么样了 还把我一走 王英这心心作态地 哭着控告我的事情 简单概括了一下 告诉了我 我安抚了他 让他回去坐下 伸手拉过讲台上的凳子 坐了下来 同学们看见我这样 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连王英的哭声都小起来了 我环顾四周 笑了起来 老爸呀 你让我低调点 可是低调被人欺呀 那就别怪闺女 竟然好好地装个逼了 原本我只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交往的 没想到啊 行 我装了 是不是我呀 早在我说出 拿出你们的手机时 就有好多同学 低头掏出了手机 我话音刚落 底下惊呼声和倒吸冷气的声音 刺激皮肤 卧槽真的是 我的妈呀 我还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富二代 好家伙 大富豪来咱们这里体验生活的吗 嗚嗚富婆姐姐噩噩贴贴 王英王红和周磊 更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我笑眯眯地打开手机 点开某银行的线上APP 找到余额内栏 将屏幕对着同学们 不是我炫富 你们看看我余额里面有多少钱 前排同学数明白 那是多少钱 刚惊呼一声 我拿起叫棍敲了敲讲台 示意他们安静 我把手机收起来 继续说下去 知道班主任刚刚叫我去干什么吗 班主任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偷他钱 说我偷了他几千块钱 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跟梦江女扶长城似的 还找了几个目击证人 所有的同学 全部都看下我王英他们三个 王英三人的脸色瞬间煞白 不知道是谁突然笑出来声 大家干脆一起笑了起来 哎呀 某人前两天不还是说自己没钱 是贫困库吗 不是 买单高了一把块钱都拿不出来 还告诉人家富婆 偷了九千块钱 我看有些人是做梦梦到了 自己有九千块钱 醒了之后分不清梦和现实吧 我继续敲打着讲台 同学们静下安静了下来 我不知道某些人 为什么对我那么大的敌意 但是我已经答应班主任 却把这事情闹大了 我希望某些人能安分手几一点 不然我就罗你所愿 请警察叔叔来咱们学校做做了 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惊呼 快叹 现在大部分演员的哭戏 都没他的好 扭头就看清来人 又有的嘴角抽搐 不是吧 这就是男主 长得有些雪潦草的点吧 林剑路对王一一扑 本来的笑脸瞬间消失 一边扒拉着王一们手 一边不安的看了我一眼 还是不笑的时候好看点 笑起来跟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 大窝瓜成精了似的 实不相瞒 我第一次听到林剑路 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以为是什么事无双的天天公子 并自动挠不出了一个 茂密森林前面的空地上 一个如玉般的天天公子 跟一头大梅花露 亲密接触的画面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怎么说呢 身高是够的 目测180甲 这个拥有小心眉的大脖子脸 配上这一坨有些 凌乱泛黄干枯的头发 怎么看 怎么跟我梦想中的天天公子 不一样 干 我今天就得拖人 找俩古风美男 跟我见一面洗洗眼睛 我故作疑惑 你谁呀 林剑路费力地 把王一从身上扒拉开 装得温柔浅沈地冲我一笑 青青 是我呀 剑路 事后 红桌告诉我那一刻 我的脸都扭去了 差点就要成吃了剑路的曾小贤了 林剑路约我去食堂吃饭 我也没有推播 直接去了 反正这个饭迟早要吃 早吃早解释什么的以后还要掰扯 而我的好天桌 则后脸皮地跟着我去了 吃饭的时候 林剑路一直殷勤地给我夹肉 虽然我极力推脱 说我胃口小吃不下 但还是没能阻止他现殷勤 红桌一脸复杂地看看我 又看看林剑路 突然伸手一指 学长 看 你你朋友 我们两个不约儿童子顺着他的手看去 王英端着饭 一脸不约地看着我 对我们发现之后 王英也不躲来 带着王红跟我们坐到了一起 而林剑路一脸难堪 看着同桌认真的说道 影影只不过是我妹妹而已 我们两个小时候是邻居 所以很熟 那就是青梅竹马了 同桌很杀风景地说道 嗨 那个 对 我跟路哥哥就是青梅竹马 林剑路刚想反驳谈桌 王英就认认真真的打断了他的话 影影别闹 林剑路无奈地拉拉拉他的袖子 没想到这彻底引燃了王英的怒服 他一巴掌打开了林剑路的手 气氛地吼道 你小时候答应回来取 是啊是啊 影影等了你那么久 王红在旁边接用加醋 瞬间 大半个食堂的目光都落到了我们这 我亲了去嗓子 委婉地表述着 林剑路啊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商场上的事情是大量的事 你我都未成年 就不要想着掺伙了吧 闭嘴 都怪你 王英气体败坏地 把一碗粥泼到我脸上 一碗不挤气 还撤过王红的粥 泼到我身上 好在学校里面的粥并不热 但我还是比比嘴 嚎啕大夫 谢天谢地谢谢老爸 给了我一个只要情绪多动太大 就控制个罪自己眼泪的技能 有时候都能哭背过气去 彭桌很上到大声间叫了起来 一边咒骂着王英 一边拿出卫生纸 大力地揉搓着我的脸 把我的脸擦干净的同时 还把我的脸擦得吞风 必迅速拉住我 大海的医务室 我带你去医务室 而临见路手忙脚乱地拦住了王妮 见识不妙 还顺手拉住了王红 我和彭桌在学校里面狂奔 终于进来认识 左看右看确定没有学生之后 我们俩和放声大笑了起来 想必不出断的小时 王英英爱生恨 报复泄愤 把同学眼烫伤的八卦 就要传得满校园都是了 医务室里 我探在病床上 拿出手机 开始了摇人之旅 母亲 你干干嘛 给我回信 要了去学校门口 我拉着同桌 高高兴兴地往门口跑去 站在门口 瞧手以盼的三哥 看到我的身影 吸睛附体 嗷嗷叫的小跑过来 一把碰住了我的脸 揉搓了一把 我可怜的妹妹啊 咋得破了下往 哪个狗东西干的 哥替你去揍他 三哥 你手上怎么湿乎乎的 我的脸怎么开始咬了 我抬手要去摸脸 三哥赶紧揽过我的肩膀 背对着校门往门口 停放的跑车走过去 回回碎碎地凑到我耳边 小声说道 别闹别闹 我手上有稀释过的杨桃汁 你杨桃过敏不是吗 别别别 别走我 安城伎俩只不让我的脸 容易震 用点药就行了 这不是为了更逼真吗 你信不信我告女人身伤害啊 我可是你妹啊 你就这么害我 我永远地看了三哥一眼 哎回头请你吃饭吗 我和三哥坐到车上 三哥给我戴上口罩 我拉过安城袋 刚刚系好 班主任疯疯火火地跑过来 一脸焦急地开口询问 陆青啊 你的脸没事吧 没事 怎么没事啊 你没看见这小脸通红啊 三哥一秒入戏 你就祈祷 我妹没事吧 我这就带我妹去医院 要是破了像我样的好看 随即 三哥无视班主任 点头哈腰的道歉 一脚油门绝尘而去 看着后视镜里 越来越远的班主任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三哥斜了我一眼 一巴掌扇到我的脑袋上 我还没问你呢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咋不找别人 说你有什么坏心思 冤枉啊 我掰着手指算了起来 你奶奶出国了 我爸带我亲哥去了外地谈生意 算上我那些书白跟成年的堂哥里 只有你无否事事 还会开车了 你骂我 没有没有 班主任的动作很快 我和三哥刚回到老宅 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订了订神 接通了电话 老爸在电话那里表示 班主任刚刚给他打电话了 温柔地询问我有没有受伤 要不要他回来报处理 我鼻子一酸 差点哭出来 我爸对我真的很好 我在梦里 怎么会被那个不高明的骗局离间呢 老爸听出了我的情绪变化 有些焦急的让我不要难过 他这两天就会回来陪我的 在他回来前 我先不要去学校 也不要接受班主任提出的 见恋道歉的要求 话了电话 我摊在小花园的睡椅上晒着太阳 让阿姨给我的脸上上药 很快 红桌给我发来了信息 母亲 王盈被老班喊出去骂一顿的 我从来没见过老班这么生气过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听说老班想进局呢 要是咱班传出一个女生 大屏广众之下 胖烂利一个女生脸的事情 而且还是为了一个男生 对他的评级有很不好的影响 哦 怪不得呢 王盈也是 哭哭啼啼地说 他的学长是清白的 是你臭不要脸的勾引学长 他实在看不下去 才对你动手了 现在咱班都在议问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切 体素节我可是一个高端的眼红 就王盈那个好学长 我还看不上呢 可是王盈要趁你不在 继续造武谣可咋办 我思索了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人 之前跟王盈一起造武谣的流女 那个时候我注意到 他看王盈的眼神都快要拉丝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形成 想让我身上破脏水 先把自己摘干净了再说 我将同桌周围和 一直在宿舍被王盈欺负的 两个女生拉了一个群 进行了动员行动 王盈没让我等多久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故意在人多的地方哭哭啼啼 说我在餐厅里不顾廉耻的勾引学长 他只不过是阻止了我 我反而对他乐言相向 他气不过才扣我周的 不是故意的 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学 选择了相信他 不仅安慰他 还在学校论坛上 和表白墙上 控制我的恶行 甚至还有的放出了 我在门口坐上三多跑车的照片 说我帮大款 一时间全是困诉我 炫富七个同学的言论 我看到网上的言论不由地乐了 王盈啊 对你这件小心思 太嫩了 我在主见的小群里发了信息 我的网友们 适次开始了行动 先是我的同桌 拉了几个女生 坐在了刘易附近 灰身贵色地讲起了 王盈爱学长 算学长爱我王盈 爱而不得刻意报复的 三角补写故事 旁边的女生还附和说 有人看到王盈在无人处 对学长投怀相报 甚至试图抢问学长 把学长吓跑了 刘易果然气得把筷子摔了 转身离去 而王盈们是有白云 则悄悄地跟了上去 果然看到 刘易把王盈拉去个 宿舍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而周雷则在学校 刚下令禁止学生 订外卖的情况下 顶封作案 去拿外卖的时候揍 无意 对巡逻的副校长和老师发现 引得副校长他们 跟在周雷身后狂追 周雷又慌不择路 在即将被抓到的时候 跑到了刘易和王盈思贵的角落处 副校长和几个老师 看着在角落里抱在一起 放我肉吻的两个人 直接呆着 最后以周雷的外卖被没收 并被骂了一对 以及王盈和刘易 被带走收了尾 这个时候我买了水军 也在学校论坛和表白墙上 活跃了起来 不见大肆地洗白我 还把王盈脚踏两只船 把我当假想敌坡烫舟 试图让我这个 想翻 毁容的事情 贴油加醋地说了出来 而王盈的室友们 因为在宿舍里面 王盈一直占着自己穷的理由 占室有小便宜 甚至是跟室友吵架 早就受够了王盈 更是在这个时候 在班里上自习课 班主任坐镇的时候 说出了王盈有钱 但还是忽悠我为他花钱 忽悠不成 就故意敌负我的事情 班主任大发雷评 转身出了教室 奔着校长办公室去了 很快我就坐到了 校长办公室里面 不同寻常的是 我爸也跟来了 是的 我爸担心我被人欺负 但年轻又心乱 搞病这些事情 再跟我打我电话 当天晚上就打了回来 我看见老爸的时候 有点吃惊 爸你不是在谈生意吗 生意不要了 生意没了这个 很下一个 但闺女只有一个 你放心 爸一定撑腰了 第二天一早 我爸带着我来到 校长办公室的时候 我校长想坏 毕竟我爸这首付 干得很有名气 所以一露面 几个领导就凑过来 续寒问暖了 而我爸也被客气 闲熟的找了个地方坐下 乐呵呵的跟校长来偏 我姑娘从小就浇灌 给学校添麻烦了 您说笑了 怎么会是麻烦呢 我姑娘来学校的时候 我特意指负她要低调 没想到 这一低调就被人踩到了头上 还被踩立身泥 开学不到三个月 就落出来那么多事情 校长啊 这事情看怎么处理 校长有些心虚的 不跟我爸对事 连忙插开话题 那位范缩同学的家长来了 说要向苏推士道歉 您见一见晚 很快王英和他父母就进来了 王英父母穿的影机还酸 王英则低着头跟在他们身后 我眼尖地看到 王英脸上缝折不起来 看来已经挨不打了 王英的父母见到我爸 连忙走过来 拉起我爸的手 脸上堆满的笑容 四先生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管教不严 让这件蹄子穿造了您的千金 您大爷有大量 王英的父亲一听 转头对着王英的腿 狠狠踹了一脚 还不快过来道歉 王英被踹得差点摔倒 虽然很不服 但还是听话地走了过来 呼风一下跪在我面前 对不起 我错了 都是我小心眼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下次不敢了 可是犯错就要受重罚啊 你干不觉得 道歉了就可以吧 王英惊讶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驴光撇到我爸 眼睛一亮 正到说什么 就被王英的妈打断了 对对对 是要被惩罚 我和他爸打算 让这个裴前妇退学回家 再也不来葬你的眼睛了 这种事情 不一定非要退学吧 旁边一个年轻的女老师 犹豫地开口 王英的母亲听到之后 气得又踢了王英一脚 被几个老师赶紧拉开 王英母亲连忙解释 老师你不知道 这个裴前妇怀孕了 都两个月了 我和他爸怎么打 怎么问他都不说 奸妇说谁 但他退学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什么 办公室里的人面面相去 实在没想到是会是这样 教导主任沉思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王英 是咱学校的吗 王英环顾四周 眼神突然坚定 一咬牙 抬手一指 孩子是他的 我是被他强暴的 而他指的 正是我的好大爹 啥 办公室里的众人彻底傻眼了 而王英又开始了吸睛负体 破天枪地了起来 我暑假去酒吧打暑假工 在那里跑到了他 他当时喝醉了 我好心去服务 没想到我就被他拽进包间里 给嘟嘟嘟 都敢告诉别人 没想到 没想到嘟嘟嘟 当时看你年纪想没管 你要我西装的清洁费 没想到你居然拍摇我 我练完规理又污蔑老子 好得很啊 王英的父母 正正地看了看哭泣的王英 又看了看我爸 突然冲上来 攥着我爸的衣礼 大声咒骂着 让我爸负责 场面一度混乱 几个男老师一起上 才勉强拉开王英的分裂 吵完了吗 吵完了就闭嘴 我爸一声怒吼 王英的爸爸 看见我爸动了气 也安静了下来 但依旧愤愤不平地瞪着我爸 且不说我那天被扩了一声酒后 就立刻离开口去换衣服 而且 我爸深呼一口气 拉着我的手 一脸单忧地看了看我 最终还是开口 老子是同性恋 老子有男朋友 这下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角落里的老师还说了句 薄翠以表震惊 我愣愣地看着我爸 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爸有点委屈地看着我 本来打算等你和你哥成年之后 再坎白的 没想到 那我 我和我哥 放心 不是捡来的 也不是抱养的 那我哥我哥是 是纯纯的科技与很符 啥 我爸叹口气 拉着我的手重新坐下 我不是你爷亲生的 是你爷双胞胎哥哥的一父子 我亲爹一年早逝 只留下我一个孩子 我性取向有问题 你爷又不愿意 自己亲哥哥的血脉 在自己眼前消失 就一直催促我 我实在没办法 正巧当时你爷资助的 一位贫困研究生 家里出了事 急需一大笔钱 我看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就跟他做了交易 我给他五百万 他跟我做十碗婴儿 但需要保证 死生绝不来打扰生出来的孩子 所以 我爸有些窘破的看着我 说他我会生气 我从震惊里面反了过来 那我哥知道了 知道了 那天我跟我男朋友 约会的时候 被他堵床上了 哦 我问你不是 你说了我就原谅你 你说 你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我一脸八卦的问他 回家再跟你说 好 嗨嗨 校长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打断了我们父女的聊天 那苏先生怎么证明 这位同学肚子里 不是你的孩子呢 我爸无语地看着他 好棒啊 不说是我的吗 那就去中羊水穿刺 这个野龙验DNA的 废用我出 是我的我一定会付准 只不过嘛 我爸冷笑着看向王盈 王盈对我爸看了一多岁 心事的祖父又盼 要不是我的 那就算某些人没办法进监狱 所谓人也有的是办法 让他全家生不如死 走吧 我学 咱们去医院 我爸站起来走到王盈面前 王盈脸色瞬间惨白 哆哆嗦地看向我爸 在确定我爸是认真的之后 瞬间慌了 不要 为什么 你刚刚不是信誓旦旦的 说是我的吗 走吧 我爸伸手去拽王盈 王盈心里彻底崩溃 真正的嚎啕大扑了起来 很快就承认自己撒了慌 孩子不是我爸了 我爸站好 对着校长笑了起来 最近不是要竞选什么声笑蓝吗 学校有这种同学 真的能评选上吗 校长的脸色严肃了下来 但瞬间又扯出了一个笑容 多谢斯先生的提点 这样吧 明先带着苏同学 回家休息几天吧 这些事情学校会处理好的 苏某相信校长 走吧归你 我爸头也不回地 拉着我离开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办公室 后继 等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 再回到学校里面 就发现学校的公报栏里 有几张新的告示 走过去看了看 通知 高一二班王盈从学校内恋爱 污蔑同学 记大破 停课处罚 通知 高一二班王盈从学校内恋爱 污蔑同学 后果严重 以规劝退学 通知 高一一班流域同学校内恋爱 老婆的催促下 扭扭拭拭的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回家 跟我一起过年 对方是一个温温人雅的男子 而我家终于是四个人一起过年了 而我们在吃准年年饭的时候 我的腾桌突然给我打电话 打打呼呼的吼了起来 我的保我的保 我刚刚出去踩多年货的时候 你猜我碰到谁了 你的一生所爱 去去去 我碰到王盈了 啊然后呢 他在超市里面打工 而且他的肚子平了平了 啊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生了 对啊 我也正想的 所以我就去打结了 原来王盈在酒吧打工的时候 结识了一群小部分 一群第二脸的东西 灌醉了王盈把王盈伦那傻了 然后他就跑了 王盈根本就找不到 他们也不知道暴地是谁的仔 原来如此 而且王盈还拉着我哭的稀里哗啦的 说他只是想给你做朋友 那么做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现在他还是想跟你做朋友 但你根本不原谅他 OK 这不恶心 你觉不觉得他有演戏的天赋 确实确实 他哭戏一点都尴尬 而且眼泪说来就来 比一些小仙众好多了 全文晚安